這輩子就主持這一次 不會再碰這東西 早就已經早死了 我覺得金曲獎 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常識 對 但是 在這過程就是會覺得 就是會覺得 有的人 沒事 我不是說 謝謝 這個壓力要哭了是不是 沒有 誰要哭 堅強男子漢 好 看得出來 老師要接下金曲祝賜 壓力三大 都準備好 要愛罵了 我決定的那一刻 我就決定讓大家罵 讓大家修理 讓大家好好的教訓人 因為從小都是我罵人 所以 大家不要 有神經病 我才不要罵了 我 我覺得我 我都是這樣子 我有些事情特別在意的時候 我就特別不看那些東西 你剛剛跟你講 其實都說 這次最後的事情 是來解決的 畢竟都沒有要解決的 我覺得這就是 過程看起來 我 我不會再 不會再做這件事 為什麼 這次是有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 非常難看 卡卡的 動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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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跳針跳針跳針 其實早就已經早死了 早就早死了 早就早死了 所以 趕快放我回家吧 好啦好啦 那來問點輕鬆的 有機會選擇 小魚 當然 因為它是 我們 一起 對 可是 同工之保當然會希望 大家可以拿下這次 最好的 蘇 蘇融 蘇融 我沒講過這個詞 對吧 我沒講過這個詞 蘇嗎 卷神還不是卷神 蘇 蘇嗎 蘇融 像不曉雨 你認為男歌手 是被你發展 那就是你沒有被訓練 他就是被你發展 我還是可以拿走啊 不交 等等老蕭今天發片記者會 都被進去這樣洗走標點了 那你們就 前面幫我寫 我發片了就好 這樣就好 發片 就幾月幾號發片這樣就好 對 你們其實要想吃 快樂快樂 謝謝